这是一场与死神搏斗的通火战斗 为了避免燃烧的化工处有换 引发连锁的地 现场的武警消防官兵 只能在仅有的一个安全时间里 把水炮阵地移动到四个灌点中间 监局的任务背后 有着怎样的科学判断 面对危险 武警消防官兵 又是怎样的勇敢与枉强 军事纪实 本期作出通火生死战 上纪 2015年4月6日 18时55分 位于福建省张州市的古雷经济开发区 发出巨港暴征声 发生爆炸事故的 是位于古雷经济开发区大型化工企业 远远看去 工厂所在位置已经火光冲天 浓烟滚滚 在古雷经济开发区 驻扎着一支武警消防大队 冠病们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化工企业发生爆炸的消息 然后当时发生爆炸的时候 这个响声非常大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就已经把我们班宿舍 跟走廊里面的天花板都已经先掉了 已经掉落下来了 我们是刚刚听到那个爆炸产生的现场的话 零三公里但是火光非常大 不巧我们人掉开出来的车辆都掉开出来了 请求支队把高边的那个分源力量 再来到位环境 武警消防官兵紧急出动 虽然爆炸究竟给厂区造成了怎样的破坏 他们还不清楚 但他们知道化工厂发生爆炸的危险性 远超普通的火灾事故 石油化工的火灾跟建筑火灾完全不一样 石油化工的火灾它主要以辐射为主 燃烧物品也不一样 主要是危险化一品 石油化工的这个装置的火灾 包括油灾的火灾 那可能就是一个装置炸了 炸了 那可能让后面的这些油灾 或者说装置有可能泄露 也有可能炸火 也有可能炸 那一张牌倒了 第二张牌也跟着倒 第三张牌也跟着倒 为于古雷经济开发区的大型化工企业的出油灾区 不仅出油量巨子 所储存的油料重备多 成分也更不复 墙内的油品种类比较多 以拿石脑油来说 其燃烧具有反复性 石脑油蒸气亦发生爆炸 其蒸气比空气重 可沿地面流淌 浴火回燃 补救石脑油的火灾 难度比补救原油柴油 甚至汽油的难度都大 周围的灾又比较多 相邻又比较近 毕竟那个管廊 周围的管廊里面还有物料 极有可能由于火灾的热辐射 导致收边的灾发生爆炸 面对如此危急的情况 武警消防官兵 必须立即做出有效的处置方案 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第一时间就叫了曾宇 等级调到最高的地位 张州支队把所有的家庭 所有的消防车 所有的力量 因此性交代 而且他第一时间 就是报告了总队 总队启动了预案 邻居的所有支队 夏文 福州 龙岩 山明 等等 陆续调了很多 这种战斗能不能胜利 前期控制 这是一个关键 是基础 如果前期控制不好 它迅速扩大 那就是肺部性 说不定等我们还没到 事情就会不会不可以下去 所以必须第一时间 调局够的经历 这一场 火事的漫言 危机到防备的有关 各种类请注意 各种类请注意 谁将你们的移动水炮 集中捞一 这叫一号门的 按门口 防止 爆炸发生后 仅仅6分钟 驻扎在 古雷经济开发区的 武警消防官兵 就已经抵达事故现场 爆炸后燃烧的火焰 已经危及到 仅有30米外的 处游罐区 如果不立即 抬去隔离措施 一旦处游罐被引燃 将极有可能发生 连环爆炸 形势将可能失去控制 整个武雷经济开发区 也将陷入一片火焰 害怕就是心里面 最快的那个打算 就是所有的装置 产生的一种连锁反应 多门楼骨牌的那种反应 然而 仅仅两分钟不到 最让武警消防官兵 关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 由于爆炸 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波 以及热辐射的炙烤 距离它30米海外的 游罐区的三个处游罐 同时被引燃 我们驾车到地亚门水坝的时候 已经发现那个607 608 610罐 三个罐的罐顶已经是了一个大罐 已经发生了爆炸的增加 通过这张场区示意图 可以看出 在整个场区的西侧 坐落着大小不一个游罐区 而此时被引燃的607号处游罐 608号处游罐和610号处游罐 所处的游罐区 正处于整个罐区核心位置 着火游罐区的南面 西面和北面 都是储量大又一燃一爆的其他游罐区 三个储游罐同时燃烧 产生的火焰和热量 对周边的储游罐产生危险 更危险的是 储游罐还有管道连接码头的游库 尤其是跟2022罐相连这个管线通到码头 这个时候如果控制不好 整个鼓雷半岛江一片火焰 情况日发危急 然而最先赶到的武警消防官兵 将要同时冷却 正在燃烧的三座高为14.15米 直径为30米的储游罐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进行灭火或者进行冷却的话 我们计算简单的估算一下 就是总共的车辆是需要40部车 将近200号轮 才能完完整整把四个罐的周围 这个监护住守住 当时的话我们只有40号轮 只有8部车 然而即使最近的增热力量赶过来 也至少需要40分钟 而这几个燃烧的油罐 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 是迅速撤离等待救命 还是坚守在这里 尽最大可能延缓火情 武警收保官兵 面临生死考验 熊熊燃烧的油罐 已经把天空占换过 今有40余人编绿的 鼓雷消防大队 将怎样与死神教练 控制或是烂 支援部队抵达后 事故现场又发生了 怎样的险情 运势计时正在播出 突破生死战上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尽管兵力少 现场又危机似乎 但是 最先赶到的武警消防官兵 没有任何的犹豫和退缩 他们根据现场火情 迅速做出了相应的部署 他这个要把它控制 让它稳定燃烧 不能慢 尤其是这个6.9号罐 不能找 6.9号罐一找 四个罐一 你同时找的 把这个温度更大 后面给人不忘 加速水泡进入到 609号罐的 东北角这个位置 对609号罐进行展示 609罐虽然没被引燃 但距离燃烧的三个罐 最近 并且在同一个正方形的防护堤内 是最危险的一个罐 也是防止火势蔓延的关键品 一旦609罐也被引燃 四个熊熊燃烧的出油罐 所产生的热辐射 将超出周围罐区出油罐隔离带 能承受的极限 火势很快就将蔓延开去 因此 在兵力不充足的情况下 武警消防官兵要先保住609罐或燃烧 控制火势的蔓延 等待增援力量到来 再对其他燃烧的油罐进行运动 然而此时 609罐的形势也已经到了危险关桃 我们平常是煮鸡蛋 放到凉水里 拿出来之后外边是凉的 结果鸡蛋中心是问题的 而我们这个鸡蛋很大 有个30米的直径大 我们测的外壁的温度是30度20度 但实际核心的温度达到上千度 罐顶喷上的冷却水马上变成蒸汽 因为周围三个燃烧罐的制烤 传道给609罐巨大的热量 导致609罐内部油料的温度已经极高 很容易发生暴涨 为了最大限度的 祈祷对609号罐的冷却效果 中队长何必 抱着水枪 站在了距离69号罐 预浸的防护衣上 位置就离关局可能有大概 三四十米的样子 那时候我们身上穿的格勒服 油罐燃烧出来的温度 就远远超过了我们 格勒服所能承受的这种 温度的极限 而且一股热量是非常逼人 而且呼吸也可能有点困难 三个猛烈燃烧的出油罐 就像三座不断喷发的火山一样 只靠着周围的仪器 就连油罐区周边厚厚的铁架 都有些变形 处理在武警消防官兵面前的 609号处油罐 也随时可能被引诈 尽管虽是有生命危险 但现场每一名武警消防官兵 都坚守在自己的战备上 没有退缩一步 一个作战的理念就是坚守一小时 在这个一小时的时间之内 使唐609 只能限制于607跟608 还有610这个三个罐发生 尽可能让这个事故 不要再进一步的扩大 坚守一小时 往后就等待阵营的力量的到来 和吞天的火蛇相比 水枪的力量是微小的 和偌大的事故现场相比 40余人的兵力是薄弱的 但就是那一个个看似渺小 却异常坚定的续种之躯 在与死神抗航的抽携 为整个古雷半岛的居民 顽强地筑进了一道长强 能不能坚守一小时 如果是我能不能坚守一小时的话 对我而言 对我这个东西而言 就是已经很强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4月6月19点40分 各地风险力量 陆续无法 武警消防官兵分别在燃烧冠区的四周 布设了多门水泡 对燃烧有关和临近有关进行很距离 随着一门门水泡的开启 燃烧冠区的四周 形成了一道道水墙 有效地防止了卧室的蔓延 为接下来使用泡沫覆盖的灭火做准备 不能盲目的灭火 只有控制它稳定燃烧 它灌体温度降下来以后 灌毙的温度降了以后才能喷出泡沫 这样的泡沫灭火效果好 如果你温度不降下来泡沫没有喷上去后 基本就烤飞了 随着增援力量的加入 火势慢慢得到了控制 然而就在武警消防队员们刚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一个更危险的情况突然发生 当时我在指挥部正在布置力量的时候 然后古雷大队的教导员就电台里面喊过来 说发现上面有冒烟 紧接着发现说好像有明火 4月6日23点43分左右 位于招火灌区南面的101号 102号两个出油灌底部突发现前 因为那天的方向都是往南吹的 那我们那个残栽油灌101号 刚好主在这个两个招火灌区的下方方向 那时候风又很大 所以很多棍包括火焰 那时候南吹比较猛烈 然后101棍跟102棍 我们那时候观察 特别是102棍 它棍底已经有看到明火了 包括101棍 它棍底开始冒黑烟 我不采取措施 后边的配电站就着 配电站着了 就意味着整个厂区的电就是瘫痪 电瘫痪了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所有的关 所有的罚 所有的水保证不了 意味着整个厂区就放弃了 形势再次见着危机 武警消防战士们已经没有退 他们必须保住101和102号出油框 高喷消防车以及水炮数量 都已全线跟上 但是想要直接破灭灌顶的明火 难度还是相当大 但是我们首先是采取一个用泡沫 泡沫车 在它固定的双测器里面 或者打泡沫 看能不能灌顶 看自动控制泡沫系统 看能不能启动 都发现没用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101号罐和102号罐的突发火情 牵动着现场每一个消防官兵的行为 他说我已经到了一个关这里找起来了 看什么办 那是两万段那个残测油管 那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招火关还多一万段 你看这个边就三个了 那边依然 那个时候还有很多部队还很远 还在路上赶了 现有的力量就无法被这个火灾进行控制了 危机时刻 武警消防官兵们做出局子 劝劝果断地把他干掉 爬到灌顶上去把他干掉 然后他刚刚才开始燃起来 他不是很厉害 但是你如果说不快 稍微迟疑一点 他这一烧天 油成一炸 那就可能会死 灌灌灭火 不仅十分危险 而且时间紧 已经冒烟的102号油管 随时可能合照 教导员张哲带领一名战士 登上102号灌灌顶 最危险的时刻 他们再一次站在了 与死神抗航的最前沿 大家应该都会怕 说不怕都是骗人的 那边风气是很大 夹着雨 旁边又是熊熊的大火 就很浓很浓的黑烟 就感觉就让我们投入 但是那个过程不是说 想象中的一砍一砍一砍 没那么快 为了全力控制火势蔓延 教导员张哲他们 设置水枪阵地 用泡沫覆盖挂地 把危险的民火扑入 避免了该天游会区大火发生 因为我们本身就在死化区 而且我们所有的训练 基本上是针对石油发工企业 就是因为我们平时有这样的训练 所以我们才有这个底气 才有这个想法 在爆炸发生后的十几个小时里 掌州和增援的厦门 隆典 泉州等地武警所保官兵 多次临近灌体 驾设水炮阵地 冷却燃烧灌区 之后用泡沫破盖的工事 逐一对燃烧的油灌灭 到4月7日中午12点左右 607罐和608罐的火已经灭掉 只剩610罐还在燃烧 正当武警消防官兵 将要一口过气 护灭最后一段燃烧的610罐的时候 意外的事情又突然发生 接下来武警消防官兵 又将面对怎样的险进 明天同一时间 经济地收菜 烏火生死战 消息 这是一场与死神搏斗的通火战斗 为了避免燃烧的化工处游冠 引发连锁的兵 现场的武警消防官兵 只能在仅有力量安全时间里 把水炮阵地移动到4个冠军中间 监局的任务背后 又是怎样的科学判断 面对危险 武警消防官兵 又是怎样的勇敢与枉强 军事记事下期播出 烏火生死战